被望月追杀半个罗天星域的王林 虽然狼狈的只剩下元神 却也因获得福打破了元神屏障 还捡到许多贪狼的法宝 更是寻找到一处雷霆星球 借此凝聚雷霆肉身 然而 此时的王林还不知道 正是这次机缘 才让他凝聚雷之本源 有了踏入第三步的契机 随着雷霆不断入体 王林元神的伤势渐渐平复下来 十年时间一晃而过 在雷球内疗伤的王林元神 缓缓睁开了双目 墓内蕴含了雷霆之威 在睁开的刹那 四周巨大雷球轰然崩溃 好似一道莫大神通的雷法散开 在散开的瞬息 王林张口一吸 雷法好似被凝固一般 迅速收缩 最终全被吸入口中 元神伤势恢复之后 就要重新凝聚肉身 好在王林肉身曾经崩溃过一次 并且借助古神爵成功凝聚 此刻再来一次也不是难事 随即王林伸开手臂 掐着奇异应觉 一股沧桑的气息 从应觉上散出 气息中更有一道雷微融入 王林口中传出几个复杂难明的咒语 双目涌现奇异之光 只见大地雷池 好似化作真正的池水一般 从四面八方迅速临近 渐渐的 一阵阵酸麻的感觉 从王林双手之上隐隐传出 随着大量雷光涌入 王林的双手开始凝食 一个个散发雷光的经典若隐若现 最终彼此慢慢靠拢 组合在一起 形成一副手骨的样子 时间缓缓过去 大地雷池闪电 齐齐云涌而来 双臂之骨也缓缓凝聚而出 当雷光全部被吸收之后 一副完整骨架凝聚而出 从天而降的雷霆 不断落在旗上 一条条青红交错的细线慢慢出现 不断延伸最终弥漫全身 王林神势散开 顷刻间覆盖整个雷光星球 无穷的雷电被抽出 庞大的雷霆之力 蕴含着浓浓的生机 组成了王林心的身体 时间流逝 甲子岁月一化而过 全部的雷光 大量的生机 凝化成了一个三丈大小的茧 一具身体从茧内撕开一道缝隙 缓缓走出 身上电光游走 一甲子岁月 王林吸收了大量雷威与生机 组成了这副新的肉身 并且肉身蕴含雷霆之力 与其原神内的雷光相互挥一 随后王林从半空落下 目光落在不远处的望月之谷上 接着一拍储物带 尊魂番立刻在手 无数魂魄呼啸 化作三大主魂 徘徊四周 做好了防护 王林又谨慎的神石一扫 确定安全之后 这才暗戴眉心 取出天逆珠 将其落在望月谷化成的山脉之上 王林神色极为谨慎 天逆珠是它第一重宝 此物本就在罗天星域出现过 此番拿出 若有任何风吹草动 便会立刻采取措施 只见天逆珠散发金光 望月谷缓缓缓倾颤 其内的金盐矿 慢慢化作一道道金丝 被天逆珠吸收 这一过程极为缓慢 王林神石一遍遍横扫 时刻留意四周 甚至心念一动间 第四魂化作的主魂一晃 直接冲出星球 在外界隐匿 由于望月谷实在太大 加上天逆吸收缓慢 王林索性取出之前捡到的贪狼法宝 仔细查看起来 第一样 便是那具大山石 此物虽说有些破损 但其上仙气却是极为浓郁 更加难得的是 这上面贪狼的神石烙印 早就已经消散 王林脑中回荡 当年贪狼拿出磁宝 抽出山魂的一幕 右手在山石上轻轻骂撒 对于抽取星球 山峰 河川等灵雾之魂 这种唯有第二步修饰 才可掌握的神通 王林感触极深 毕竟当年被散摩操控身体 亲身体验了一次那种奇妙的感觉 随着右手不断骂撒 一股沧桑气息带着浓浓的仙气 自山石上弥漫而出 凝聚出一个物状的虚幻之球 王林目光如电 盯着物状小球 只见小球内 散发出一股极为强大的气息 仙气完美的组合在其内 好似真有一个仙人在施展神通一般 见此情形 王林按道 这仙山之魂 虽说比当年贪狼用处要弱上不少 却也是极为强大之物 只是其内山魂极不稳定 稍有不慎 不但无法伤敌 反倒会被这仙山之魂所伤 这一切的原因 自然是因为山石并不完整 其内蓄物缥缈的山魂也受到了损伤 所以才会如此 王林眼中金光一闪 右手缓缓放下 按在山石之上 那物状小球也渐渐消散 重新回到了山石内 望着前方的山石 王林目入沉思 尽管与贪狼处于敌对 但内心深处却对贪狼有些佩服 按道 此物对我的作用极大 就是不知贪狼是如何发现 并变化而成 太古雷龙 仙界山石 古神巨顶 山河图屏风 还有纳诡一的皇冠 另外在这贪狼储物袋内 竟然还有其他法宝 此人真的是天道宠文 这些法宝 随便一个拿出 都会引起一场疯狂的争夺 但在贪狼手中 居然无人来抢 最终便宜了王林 继续把玩仙石一番后 王林将其收起 又取出山河图屏风 一些老一辈修饰 对山河图三个字如雷冠 因为仙界十大上品仙宝中 山河图排名第五 传闻此图威力莫测 那勾画出山河的末迹是天道之血 故而此物又名天道图 贪狼获得的 自然并非是真正的山河天道图 而是他印在一座屏风上的印本 王林目光落在屏风之上 只见屏风一片古朴 看起来颇为平凡 其上的山河之帽略有模糊 一道裂缝子左侧斜着划过 正是古神一指点碎之处 好在其上贪狼的神石烙印 也在古神一指下崩溃 王林轻易就留下了自己的烙印 将其吸入元神之内 以雷电之力开始祭练 最后一个法宝 便是那皇冠 此物在望月古神一指下 都没有出现半点裂缝 右手托着此物 王林神石在旗上扫过 但却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 就如同凡人借皇者的头冠一般 并不出奇 但旗上的五个珠子 却是引起了王林的注意 这五个珠子蕴含了五行属性 就好似当年朱雀星红蝶的五行灵体一般 只不过比之五行灵体 更具灵性 王林沉吟少请 这贪狼之前的举动 将皇冠带在了自己头顶 刹那间一阵奇异之力 顺着天灵涌入 在体内游走一圈后 又收了回去 再无动静 王林眼中露出古怪之色 拿下皇冠仔细看了几眼 目中露出沉思 暗自私存道 当才那力量不是很强 在体内游走之时 却好似在寻找什么一般 最终没有找到 于是便收了回去 他在找什么 五行珠子 难道是在寻找 唯五行灵体的红蝶 王林沉吟中一拍储物带 手中立刻多出一只蓝色玫瑰 放在了皇冠之下 皇冠碰到玫瑰的瞬间 旗上的五颗珠子 立即散发出一股奇异之力 蓝色玫瑰缓缓消散 最融入到皇冠之内 顿时皇冠与之前相比 多了一些灵性 隐约中仿佛看到一个身影 在旗内舞剑 王林沉吟道 此物能在古神一指下 丝毫不损 显然是绝非寻常 只是不知如何使用 那贪狼曾说 他取了9999个凡间帝王之魂 才勉强可以操控此物 帝王之魂 与五行灵体 又有什么关联 莫非这皇冠之前的主人 是一个拥有五行灵体的帝王 只有这样 才能发挥其神通不成 沉默片刻 王林收起皇冠 目光落在望月谷上 在天逆珠子的吸收下 其内金盐矿越来越少 三个月的时间一化而过 望月谷内的金盐矿全部消失 天逆珠子上代表金属性的雕刻 已然圆满 只见整个珠子如同水晶一般 充满绚丽之芒 一阵阵古老的气息 从上面弥漫 五行之力交错 使珠子渐渐升空 王林咬破指尖 弹出一滴融合了 神石烙印的鲜血 落在天逆珠上 血液被吸收的同时 王林心神一阵 好似在原神内 多了一物一般 心神之中 也涌现出一个 充满沧桑气息的符文 等了近千年 终于把天逆珠五行圆满 这一刻 王林反倒没有了往常的期待 有的只是谨慎于冷静 虽然此宝伴随他 走过了太长的时间 但他至始至终 却对此物的了解太少 只见一道紫光 漠然间自天逆珠上散出 刺得王林几乎无法睁开双目 不远处的鲜味傀儡 其肉身居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瓦解 王林大吃一惊 连忙将鲜味傀儡收起 紫光散开 整个雷光星球全部都被覆盖 腐朽的气息 浓郁至顶峰 天地之间 似乎只剩下王林一人 与这一个珠子 其他全部都成了可怕的紫色 诡异的一幕 看到王林心神巨震 尽管对天逆珠子有很多猜测 但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圆满之后会是如此变化 终于紫光停止了蔓延 五行之力好似消散了绝大部分 千年的收集被释放出了大板 一个紫色的大门 缓缓出现在天地之间 王林站在旗下 就如同蝼蚁一般 四周紫光弥漫之处 形成了一道静置 在这静置之下 没有任何生灵可以踏进 望着这扇大门 王林心神巨震的同时 甚至产生了一股畏惧 这种情绪在他身上并不多见 这种感觉 王林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了 即便之前面对望月 也只是震惊 但没有那种来自灵魂的颤抖 好似提不起半点反抗之力 此刻 就仿佛当年还是一介凡人少年之时 站在横月派山峰之下 抬头看到那巍峨的修仙门派 那种来自心底深处灵魂之中的敬畏 随着不断修行与经历 这种感觉早就烟消云散 即便在妖灵之地问鼎之时对抗天结 王林也是凭着自身悼念与执着 生生硬抗 面对这巨大门户 王林双目通红 颤抖着身子 绝不低头 如同当年在横月派一般 哪怕全身鲜血淋淋也依然挣扎 此刻来自灵魂之中的那种敬畏 好似潮水一般想要把王林淹没 想让他屈服 但王林不能也做不到 因为支撑他的 是天逆珠子内娃儿与王平的魂魄 他绝不允许任何人 伤害到这两个魂魄 王林的声音颤抖的吼道 天逆 是我把你圆满 天若杀人 我便灭天 你若反我 我便碎你 不屈的悼念 引起了体内太古雷龙的元神 轰隆隆的雷电 在体内疯狂游走 雷光纵横 顺着脚下散开 这一刻的王林就仿佛是雷线 那出现在天地之间巨大的门 通体被紫色弥漫 好似物中之物一般 在王林的注视下 紫光浓郁 化作一只巨大的手臂 在大门之外 向着王林召唤 以王林的眼力立刻看出 这巨大的手臂 绝不属于古神 那么 这道门户到底是什么 巨大手臂又是何物呢 点击关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